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办法装修也不敢装修 我现在就想要售楼处出来一个人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 给我们答案就是我们现在还没交裤呢 没交房呢 不接受采访呢 首先来关注公安机关开展的云建2020行动 随着专项活动的深入开展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延边州公安局决定对全昌原等10名命案再逃犯罪嫌疑人实行公开的悬赏通缉 公安机关也敦促所有再逃人员 不要心存侥幸 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关处理 同时 对于提供有效线索的单位或个人 公安机关也将给予2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为全力推进云建2020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延边州公安局决定对10名命案再逃犯罪嫌疑人实行公开悬赏通缉 被通缉的再逃人员名单如下 全昌原 南 户籍地黑龙江 池龙珠 南 户籍地黑龙江 李运东 南 户籍地吉林 刘简才 南 户籍地吉林 刘贤忠 南 户籍地吉林 方光哲 南 户籍地吉林 韩文学 南 户籍地吉林 金正一 南 户籍地吉林 李宝林 南 户籍地吉林 纳利明 南 户籍地吉林 公安机关敦促所有再逃人员 不要心存侥幸 尽快投案自首 争取从宽处理 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 发现在逃人员有关情况 请及时拨打专案民警或110报警电话 对提供有效线索的单位或个人 公安机关将给予2万元人民币奖励 举报电话 网警官 180-4330-0716 0433-224-2298 守望都市 佳琪编辑报道 最近几天有观众打来热线向我们反映 由于最近天气是接连降雨 长城市二道区聚保家园小区的一条道路 不仅路面是十分的泥泞 中间还有一口无盖井 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那么现在这条路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的记者泽旭已经到达了现场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你好 泽旭 你好 行为我现在是已经来到了 长城市东方广场附近的这个 聚保家园小区 那么来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发现跟市民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 大家通过镜头呢可以看到 这一条道路呢是小区内的一条 开放式的道路 因为这是一个开放式小区 所以说呢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我身后这里正在有车往里进到这里 就是小区的入口 这个小区是没有这个大门的 那么刚才呢我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很多的小区居民 从我身后的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 第一句疑问就是 这道怎么这么弄啊 该走哪儿 那么在这里呢我走了几圈发现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从哪里下脚 而且呢我才走了几步 我的裤脚上还有这个斜边上 都是已经沾满了泥 可想而知呢这里的居民 每天在这里生活进出 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困扰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从附近居民的口中了解到 像是这里道路泥泞的这样的情况呢 已经存在着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而且呢每逢降雨天气的时候 都会和今天这个道路情况是一样的 包括呢在这个晴天的时候 道路上的灰尘也是比较大的 大家通过镜头呢可以看到我身后 这里有堆放的一些砂石 而且在这个人行步道上也摆放着一些的铺砖 那么刚刚呢我们从施工 施工人员就是这里留守的人员那里了解到呢 目前这个小区正在进行内部道路 以及一些其他环境的改造工程 可能是由于一些这个降雨天气的原因 才延误了这个工期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呢 了解到的呢就是这个改造正在进行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尝试着联系这个施工单位 但是并没有成功 也可能是由于是这个周末的原因 所以我们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市政部门 市政部门呢表示会尽快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并且呢给我们一个答复 这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而且呢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走进来的时候 包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口井 那么这个井盖呢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附近不仅是存在一个道路拟拧的问题 而且呢在这个马路中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 这里的这个道路环境能够尽快的恢复 让咱们的市民朋友们 这里居住的居民朋友们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出行和生活环境 好的 新卫我这情况就这样 好的 感谢泽旭 我们接着来看一个救援现场 9月17号晚上7点左右呢 位于203国道新龙镇往福仙镇方向呢 有三辆大型货车与一辆小轿车相撞 四车连撞那人员被困情况不明 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 立即调派了两辆泡沫消防车 一辆抢险救援车 以及10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晚上19时58分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经侦查发现 四辆肇事车辆中 两辆大货车已经处在猛烈燃烧阶段 靠近火源的另一辆大货车的油箱 正在涌出柴油 为了防止火势向周边商户蔓延 保护居民安全 现场指挥员立即果断采取措施 警戒组先在现场实施安全警戒 同时要派双辽市兴隆镇 福仙镇两个政府专职消防队到场增援 守望都市冯帆通讯员杜亮报道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 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在第七届吉林省农民文化节期间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频道 吉林省信息近村入户平台 联合举办了吉林省首届十家三好农民评选活动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静岳区玉坛镇友好村 今天上午将在这里举行 吉林省首届十家三好农民的评选活动 据了解 活动面向从事现代农业三年以上 经营规模适度 生产技术先进 生态环境可持续 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优秀农民 意在营造关心农业 关注农村 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 我们这次选出的这个十家三好农民 就是要好学还肯干 同时呢还有带动能力 通过全媒体的宣传 把他们的事迹 把他们的成绩进行了展示 也是给我们全省的农民朋友 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榜样 当前的信息化时代 我们多局到多种手段 多种方式的了解信息 并且大家能够联合起来 最终实现一个这个科学化管理 规模化的经营 标准化的生产 实现这么样一个目标 据统计 此次活动报名界面 达196万人次浏览 88万人次投票 经过初选 网络投票 专家评选等环节 最终评选出50位 好学 好干 好成绩的三好农民 用我的实际行动来示范 带动其他农民 把吉林农业做得更大 更强更完美 为吉林真行美丽乡村 做出努力和奉献 守望都市 刘畅张扬报道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 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人肠胃的 金曼南凉白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8到18摄氏度 白城多云转小雨 7到17摄氏度 松圆多云8到19摄氏度 四平多云8到19摄氏度 辽园多云6到19摄氏度 吉林多云转情8到17摄氏度 通话情7到20摄氏度 白山多云转情6到18摄氏度 严吉多云9到18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4到15摄氏度 长春多云8到18摄氏度 金融与农香笨炸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香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伴同成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市场2021款轩细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俩少女深夜出走 民警设卡拦截劝回家 七岁男孩歪嘴又眨眼 病根静在耳朵里 这个外耳道胆脂瘤吧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肿瘤 它的缺点就是 它是成膨胀性的一个生长 尤其是中耳腔 有面神经走形的地方 它会引起一个面神经的改变 新房尚未交付已漏水 房主未雨绸缪 判修整 20号我们就将要拿到钥匙了 我们没有办法装修 也不敢装修 我现在就想要 寿楼处出来一个人 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 所以我们答案就是 我们现在没交付呢 没交房呢 不接受采访呢 房子俩月之内漏水三次 履修不好 难出租 然后现在房户租金给我停了 日租房也干不了了 它一直拖着不给我修 没有说不给修 然后台风期间没把修 这家室外已经修完了 男子购买网约车 一年后才下运输证 浪费的时间该咋算 你要是少了一年多的时间的话 受损人带在五万块钱左右 在公司买车的时候 没有明确地对我们解释 说这台车会运营到什么时间 当时签的合同 都是以这种方式去签的 干这个活的都是老司机 都是三年以上下零 真对行程证证 指定是非常明确 本栏目由长春恒大国际新竹特约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890 或者守望都市的官方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疫情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9月15号晚上 两名14岁的未成年少女 从浑春市是结伴离家出走 了解到两人准备打车前往延级市 于是家人是紧急向民警进行求助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凉水镇的临时卡口 对过往的车辆和人员进行盘查 9月15号晚 吉林延边边境管理师队 凉水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 称两名同为14岁的未成年少女 从浑春市的家结伴离家出走 两人在浑春市打车准备前往延级市 在途经凉水镇时被求助人拦下 但因看管不利 导致两名少女再次离开不知去向 希望派出所民警能够帮助寻找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巡逻民警迅速赶往凉水镇临时卡口 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盘查 并立即组织一同寻找的家属和朋友 建群分组 加强联络对少女脱逃位置的周边区域 进行全面搜索 当晚气温已经明显下降 两位少女衣着担保 加之对周围环境不熟悉 急易发生危险 搜寻人员对周边可能藏匿人员的厂房 房屋进行逐一排查 终于在一处草丛中将两名少女巡捕 随后民警将两名少女带至派出所 进行批评教育 并交给监货人带回 首昂都市张默海军报道 大家都知道这高速公路可不是能随便停车的地方 9月16号上午10点多 省高速延级分局的民警呢 沿着红屋高速巡逻 忽然发现啊 在一处应急车道上停着一辆车 这车后还有两个人手舞足蹈 民警就纳闷了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随后民警让车上的两人出示了证件 发现这是一家人出行 到长白山又玩 由于孩子大学快开学了 于是便从长白山往回赶 由于路途太远 感觉有点累 这当爹的也正好想让刚刚考完驾照的儿子练练车 于是便将车停在了路边休息一会儿 没想到被巡逻民警碰上了 见到民警要处罚 这位父亲说话了 你现在就找 就现在不找麻烦了吗 不是给我们找一块边来车 不是 你是给你自己找麻烦 不是给我们找麻烦 对不对 听民警这么一说 这位没了动静 考虑到安全因素 民警让这位父亲驾车跟在警车后 到延汽北收费站接受了处罚 你说这车停的啊 没休息好不说 还收到了200元罚款驾证G6分的处罚 看来以后不能在高速上随意停车了 双路市易阳编辑报道 前段时间长春的七岁男孩疼痛 因为两侧耳朵疼痛 所以说呢疼痛的妈妈带着他到诊所打针 可孩子的病情啊 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是越来越疼了 还出现了歪嘴和眨眼的症状 这可把孩子的家长急坏了 七岁的小男孩 然后妈妈领着他来看病的时候 就说孩子是右耳朵疼 然后已经疼了好几天了 他开始以为就是耳朵发炎了 表情呢就是不停地嘴角啊 眼角啊都往那个右侧去抽动的那种症状 患儿家长表示 此前未曾有这样抽动的症状 这次可能因为耳朵太疼了才导致的 根据症状及检查结果 医生考虑患儿右侧外耳道有炎症 但是用传统浸泡和冲洗的方式 右耳道栓色物却纹丝不动 且症状丝毫没有减轻 那么我们就试着用传统的 叮咛取出的那种方法去试着取一取的话 孩子是疼得特别剧烈 后来我们就考虑 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叮咛 拽色引起的一个感染 那首先考虑就是外耳道胆脂瘤的 可能性更大一些 经过术前评估 患儿外耳道胆脂瘤虽然膨染 但骨质没有遭到破坏 一个多小时后 手术顺利结束 目前患儿已经康复出院 这个外耳道胆脂瘤吧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肿瘤 它是一个外耳道的 一个上皮的脱瘤 然后有胆固醇的结晶等等的 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类似的一个流状物 它的缺点就是 它成膨胀性的一个生长 所以它会引起一个骨质的破坏 尤其是中耳腔 有面神经走形的地方 它会引起一个面神经的改变 医生介绍 平日里我们应该注意耳部卫生 继用棉签 频繁挽耳 长时间佩戴耳机等不良习惯 如两侧听力不同 耳部不适应及时到医院检查 建议儿童游泳前 进行耳部常规检查 省王都市赵新静泽报道 我们接着来关注消防安全 火灾不留情 预防要先行 为了进一步增强 幼儿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自救防范能力 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能够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近日 辽园市西安区政府幼儿园 开展了消防知识培训 及演练活动 随着一阵急促的火灾警报声响起 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各班教师迅速组织学生逃生 用毛巾捂住口鼻 弯腰低形 紧张有序地按照最近疏散路线 从室内安全通道向外疏散 起火部位为幼儿园一楼食堂 火势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现场总指挥立即下达战斗命令 切断配电视电源 迅速展开楼层内供操 疏散救援 破拆排烟等 十分钟内就已经控制了火势 三百余名学生也成功撤离至安全地带 无一受伤 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火源 比如说爸爸的打火机 妈妈的香水 还有比如说空气清洗剂 闻香 那大家还知道什么呢 比如说吹风机 对 大家都非常好名 演练活动结束后 消防救援人员还组织师生登上消防车 零距离让学生们接触消防装备 引发了孩子们的强烈兴趣 在救援人员的讲解和演练中 孩子们听得认真 看得仔细 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了 消防救援工作的不易 不时发出惊呼和掌声 也增强了全体师生 在面临火灾时的科学处理方法 有效提升了校园安全意识 守望都市张言编辑报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常态化 前一阵子相关部门发布了 影院等娱乐场所恢复营业的消息 缓解了大家出去浪的需求 那现在又有一个好消息来了 演唱会也快回来了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获悉 在9月18号 该部门公布第四版剧院等演出场所 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其中规定 在新冠肺炎低风险地区 可办营业性演出活动 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 要适当控制参加人数规模 原则上观众人数不得超过 剧院座位数的75% 对此网友也在评论区 爱得出自己喜欢的明星 虽然演唱会已经陆续开放 但是市民在参加演唱会时 也要严格遵守当地的防控规定 戴好口罩 做好防疫措施 首王都市张萌编辑报道 根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职能任务和现有编制人员情况 2020年度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将补充录用公务员2390人 这其中涉及到吉林省的37个岗位 那相关的具体事项 一起来了解一下 2020年9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官方网站发布 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2020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 有关事项的说明通知公告 为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2020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工作 对有关事项进行说明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本次共补充录用人员2390名 其中吉林省共补录37个岗位 招考专业涵盖化学类 矿业类 电子信息类 计算机类 大气科学类 水利类 公安技术类 交通运输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 新闻传播学类 心理学类 临床医学类 工商管理类 体育学类 戏剧与影视学类等16个学类 用人司局为吉林消防救援总队 所属消防救援支队 招考职位为管理指挥岗位 主要从事消防救援和执勤备战工作 守王都市一辰编辑报道 长春市中心医院发布通知 即日起核酸检测面向社会全面开放 具体详情来关注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为满足广大市民的需求 长春市中心医院决定 即日起核酸检测面向社会全面开放 门诊检测核酸患者挂急诊科号 住院患者陪护人员核酸检测 挂住院患者所在科室门诊医生号 教育部决定自2020年11月1号起 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自2020年10月1号起 驻外使领馆不再受理开具申请 9月24号早8点半到下午5点 长春市南关区永春甲县 永春乙县有计划停电 受影响范围 大马路以西至人民大街 北至西五马路 南至三马路 永春路两侧 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定于9月21日至9月27日 对长春市部分小区的居民用户 进行燃气管线 燃气设施入户安全检查 具体安检小区有 新兴雨之新关底 伟业新城一期 伟业新城二期 伟业新城三期 咖啡小镇 融创上城等 近日 麒麟市传营区市民文化节 金秋文化旅游季开幕式 即吉林盛德泉盛大启航复工庆典 在吉林盛德泉清水度假花园 拉开大幕 本次庆典旅游活动 由吉林市传营区政府主办 中共传营区委宣传部 传营区文化和旅游局 与盛德泉承办 旨在促进文旅消费 提质扩容 助力文旅产业复苏 本次活动 以盛德泉为主阵地 挖掘和展示 吉林市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新房尚未交付已漏水 房主未雨绸缪 判休整 20号我们就将要拿到钥匙了 我们没有办法装修 也不敢装修 我现在就想要 寿楼处出来一个人 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 所以我们答案就是 我们现在没交付呢 没交房呢 不接受采访 房子俩月之内漏水三次 旅修不好难出租 然后现在房户租金给我停了 日租房也干不了了 他一直拖着不给我修 没有说不给修 然后台风期间没法修 这家室外已经修完了 男子购买网约车 一年后才下运输证 浪费的时间该咋算 你要是少了一年多的时间的话 就算人贷在五万块钱左右 在公司买车的时候 没有明确地对我们解释 说这台车会运营到什么时间 当时签的合同 都是以这种方式去签的 但这个活动都是老司机 都是三年以上加零 这行程上是否决定是非常明确的 五季看一栋 未来无限可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本来没有长春恒大国际新都 特约播出 咱们接着来看新闻 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报道了一条房子漏水的新闻 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观众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自己家的房子 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那说到房子漏水 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 比方说居住时间长 房子老化也能算是其中的一条原因 但是新房子还没交钥匙就开始漏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而这样的事 就被长春市的张先生碰着了 张先生买的是阳光美湖天地的房子 订好的交房日期是今年的10月20号 前一阵 判房新切的张先生也提前到新房看了看 一看之下确定了一件事 就是我这新房还真是快 风水宝地 19年初就是第一次开盘的时候 我买的房子 之后前一段时间下雨 之后有一天我们就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发现 就是那两排的那个 那个单元里两边都漏水 张先生表示 因为关心建设进度 他经常会去房屋看看 可前些日子便发现漏水的情况 有一面的话 可能是没按玻璃漏水 可能我们理解 但有一面的话 通通都已经装完了 窗户也是封闭的 但是客厅里边有很多水 包括墙上有很多水 20号我们就将要拿到钥匙了 我们没有办法装修 也不敢装修 如果我们今年说 所有的人都装修完了 明年下雨再漏水 这样造成的损失是一方面 主要是我们不想破坏自己的装修 张先生觉得 因为还有一个月就验房了 可目前漏水的现象依然存在 也并未看见有人修理 张先生担心 等10月20号过了雨季 看不出漏水问题了 不敢贸然进行装修 对此张先生也找到了销售部门 售楼处的经理 给我们的答复是说 还没有交房 房子还没有到我们这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说那你漏水的话 你可以进去看 他说施工呢 我们也不让看 我现在就想要 售楼处出来一个人 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怎么样的 把这个漏水的问题给解决掉 张先生来到了 阳光美湖天地销售中心 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领导目前不在 他们已经与领导电话沟通 此事应等交房后再做处理 我们经理领导现在都不在 刚才给打电话了 我们现在就给我们答案就是 我们现在还没交付呢 没交房呢 不接受采访呢 张先生表示 距离验房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希望地产能够尽快解决漏水问题 不要等到居住后发现漏水菜给解决 因为未雨绸缪 总比事后补救要好 守望都市一鸣张磊报道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买套房那都得举全家之力 舍半生积蓄 没那么容易 倒是 说凡事没有完美的 房子有点小瑕疵 也算合情合理 但咱也得差不多 你不能还没等住呢 就开始外边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 再有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新房交房就好比俩人结婚 而交房之前自然就是触对象的阶段 这时候就算你有啥毛病 咱是不是起码也应该忍一忍藏一藏 等结婚之后 你再随便吃饭叭嘴 睡觉打呼噜 这还没能咋地呢 毛病全让我看出来了 换谁 这婚也不能给你结了 所以这种对自己的口碑 都不负责任的企业 你咋指望它对购房者负责任 那说到这儿 湖北武汉有位唐女士说了 你那就不错了 漏点水而已 我这野儿新房 一进门踩一脚狗屎 我跟谁说理去 唐女士在武汉桥口区某小区 买了一套商品房 这几年一直空着 唐女士和物业都有一把钥匙 9月17号 唐女士准备装修这套房子 可要是怎么都打不开门 无奈唐女士找来了开锁公司 房屋打开之后 里面的情景让唐女士怒火中烧 一进来就这个场景 知道吗 当时鼻子又宠人又臭 然后我们后来把这个门打开了 知道吗 当时屋烟瘴气的 唐女士告诉记者 她最后一次进这个房子 是去年9月 那一次屋里还是干干净净 并且这套房子准备作为 儿子的婚房 拉满分辨的位置就是主卧 现在被人闯入遛狗 让一家人心里很不舒服 物业相关公司负责人表示 接到唐女士的投诉后 她们也正在调查 从分辨干燥程度来看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可小区楼道没有监控 查找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这位负责人解释 物业公司确实有一把 唐女士加了钥匙 但钥匙还在物业办公室 并向唐女士出示 对于唐女士怀疑物业公司 把钥匙给别人的说法 她并不认可 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管家 当时去巡视的时候 发现她的钥匙 打不开她的门 以为她换了锁 所以一直没在意 你说物业人员怎么可能去 把一个房间捉给别人去撂狗 这不是可笑吗 负责人还表示 现在公司正安排人员 全面排查小区公共区域监控 希望能找到始作俑者 同时也承认在管理上 存在一定的失误 愿意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对于李经理的说法 唐女士表示认同 同时唐女士也向辖区 派出所报案 新房一推门 满地狗屎 搁谁都得演运 可能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狗屎运吧 一定很糟心 而同样很糟心的 还有接下来的两户养殖户 老话讲 家财忘贯 带毛的不算 说的就是搞养殖 最怕的就是灾祸 而这两户 一户呢 是山东吉墨养水雕的 八月末的时候 养的上千只雕都死了 损失惨重 另外一户呢 是浙江温州 养鸭子的 同样也是一夜之间 七百多只鸭子 也全死了 损失也很惨重 那么这两户养殖户的 这动物的死因 都是什么呢 原先生说 8月26号 当地下了暴雨 它的养殖场被淹 养的千余之雕被淹死了 他认为这次事件 跟大雨没什么关系 跟当地水库的泄洪有关 那你当时没有自救啊 你们接到通知了吗 8月26日 季末气象局 继续发布了暴雨 红色预警 当天下午到晚间 仍旧有间歇性的强降水 蓝村街道办的 李先生回应称 水库泄洪的流量 在河道的承受范围之内 养殖场被淹 是因为降雨造成的 确实是泄洪啊 按照那个流量计算的 就是在那个河道承受范围内的 外面的烟的情况 它不是跟泄洪有关系的 泰家泄洪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这些养殖护士吧 好像是没告诉 也 这我不确定啊 这可能是 道德层次的问题 但是 不是责任的问题 告诉了吧 它是躲过去了 但是它躲过去的是天灾 但是跟泄洪没有关系 就是他们这次的损失吧 是完全归分于天灾的 就是水位太高了 下雨下大了 寂寞区水利局的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8月26号下的雨 很大很急 是百年一遇 那么这次泄洪的量很小 跟河里净流量差很大 泄洪量最大 不超过30立方米 也就是说 即使不泄洪 有这么大的雨 也会淹 人先生死了上千只雕 而在浙江温州的一名养殖户 他的700多只鸭子 一夜之间 莫名其妙地全死光了 民警经过搜查发现 供水桶里面 发现了一瓶滴滴味 民警走访药店发现 购买滴滴味的 正是他的邻居谢某 因为他和养殖户 存在土地纠纷 从而实施了报复 目前谢某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说到损失 下边的这一位 差一点损失就大了 9月12号 上海虹桥高铁站 有一名旅客 把包给落下了 而且过了很长时间 还没有发掘 有人说 是不是这包不值钱呢 不值钱 这包里的三万现金 三千不提 里边光金条 就有20个 你有一个包落在车上了 你发现了吗 哇 是的 是的 这名旅客在上海 虹桥站换乘时 将自己的背包 遗落在了高铁上 一打开里面 竟有20根金条 三万元现金 手机 工章等贵重物品 林景在背包里 找到了施主的名片 并打电话 联系到这名旅客 这时施主才发现 背包没在身边 是林先生吗 好 你有一个包落在车上了 你发现了吗 哇 就忘了 你看 你现在到哪里了 我现在还在上了 这车 那你进来拿吧 你回来拿吧 我们车还停在这里 没走呢 在哪里啊 在8号站开 你别着急 我们还在这停着呢 来来来 我们也习惯了 不着急 不着急 慢慢的 我们的女生 还有大时间在开 你慢慢点 工厂什么都在里面 所有人都在 你太大了 原来这名施主 需要换乘 时间紧迫之余 居然忘记了背包 索性背包里的东西 一个不少 二十根金条 三万现金 也不知道是啥家 能这么大的心 他心怎么大都行 但是作为警察 心可必须得细 最近江苏无锡警方 凭借新信 破获了一起大案 这是我国首例 LSD新型毒品案 那既然叫新型毒品 自然有其新的特性 民警介绍说 新的特性 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 是服用之后 置换性特别强 第二 是涨得就很有欺骗性 面对警方的询问 被抓获的郑某某 供认不讳 他涉嫌非法持有的毒品 包括新型毒品LSD 这是无锡警方 首次缴获LSD 案件起因 还要从快递说起 前段时间 这个厦门海关 在他们的海关的查处中 发现一批来自香港的 俗称邮票的LSD的毒品 也是一种新型毒品 置换性是非常强烈 其中有一单是 既往我们无锡 新屋区东风院的 警方根据邮件地址 顺藤摸瓜 抓获了涉嫌 非法持有毒品的 违法嫌疑人 郑某某 并且在其家找到了LSD 邮票毒品物片 新型毒品LSD 是一种无色 无锈 无味的液体 属于半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 这是一种强烈的精神类药物 指形LSD 俗称为邮票 近几年在非法市场上 很常见 指形LSD 有各种各样的设计 包括抽象艺术和动画图案 邮票和文身花文 目前反对嫌疑人郑某某 因为非法持有毒品 被行政拘留五天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查毒禁毒 刻不容缓 而构筑海上防线 也是势在必行 今年7月下旬 深圳警方和各相关部门 协同作战 启动代号为 2020近海40的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走私偷渡 违法犯罪行为 助劳外防输入疫情的 防控海上防线 查扣冻品 60余吨 主要是一些 涉及到巴西的这些牛肉 这些牛动肉啊 没有经过这个 任何的这个检验检疫 近期保安警方发现 有一些快速摩托艇 经常夜间活跃在 辖区的海域内 警方联合都部门 对这些快速摩托艇 进行跟踪 一个走私冻品的犯罪团伙 浮出水面 经过前期侦查部署 警方一举端掉了一个代号 阿翔的走私冻品犯罪团伙 阿翔团伙是我们保安侦办的一个 走私冻品为主的一个团伙 他主要通过这个大飞 从香港公海 然后运送这种相关的冻品 上案到我们货主的指定仓库 我们现场抓获了这个 69名犯罪嫌疑人 今年以来 朱江口走私冻品行为猖獗 今年7月20号 南山警方在朱江口查扣了一艘 走私冻品的铁河船 在船上查获两名嫌疑人 通过我们对这个嫌疑人的讯问和查证 发现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的团伙 当晚上他们是组织了六艘铁河船 到香港水域进行走私这个动品 根据线索 警方摸牌发现这个犯罪团伙 是深圳东莞一带都有动品 8月22号在东莞一个转场的时候 警方当场查获了走私动品120多吨 其中有50吨是来自义曲 2020近海40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累计侦破走私案件23起 抓获涉案嫌疑人346人 查扣涉走私动品508.39吨 侦破偷渡案件66起 抓获偷渡涉案人员145人 咱们再说说养宠物的事 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养宠物 小猫小狗是比较普通常见的 当然也有些人养的动物很特别 比如说蛇呀 蜥蜴呀 蜘蛛等等 但是养宠物千万记住了 一定要合法合规 更不能来路不明 最近浙江林海一女子在朋友圈 晒出自己宠物猴的照片 没想到拔出萝卜 带出泥 这一张照片竟签出了一起 贩卖野生动物的案件 站起来 一女子朋友圈晒自己的宠物 一只可爱的小猴子 没想到签出一起贩卖野生动物案件 该女子表示自己花费16000元 购买了饲养许可证和猴子 不过这证书已经证实是假的 女子购买的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警方顺头摸瓜 最后抓获了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猕猴犯罪嫌疑人12人 下面这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两名男孩在马路上追逐打闹 此时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车 因为左边车辆挡住了视线 结果撞上了冲出来的男孩 男孩被撞倒在地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想想都觉得后怕 亲口民警调查取证 认定小孩监护人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下面这代价可太不负责任了 一轿车被交警拦停 经检测司机达到了酒驾标准 不过没想到的是 这司机是一名代价 检查的酒精浓度比车主还高 代价司机称 中午喝了点白酒 晚上便心存侥幸接单 小警随后对其罚款1000元 扣12分 并暂扣驾驶证6个月 民警也对设施代价公司进行了约谈 下面这女子的行为也不应该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名戴头盔和口罩的女子 在超市里拿了一些五花肉 但是最后并没有结账 而且她在店内鬼鬼祟祟的举动 已经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问她的时候 此女子坚称没拿其他东西 不过最后在女子身上找到 缠在腰间的猪肉 这回证据确凿 该女子因盗窃 被刑拘 本节目不能度假 今天短视频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的西瓜视频APP 搜索观看守望都市 七岁男孩五年托管 他二十四个月 到交钱的时候 带打就给我拉黑了 父亲失联 母亲嫁人 我讲了我是肯定不能要 我爱人希望你们 早上到春天能拉我 没有户口不能上学 上学的时候 他没户口报不了娘 不能了 那有啥不能的 你是他亲生母亲 她的出生正名在哪里 孩子未来何去何走 都市频道 首帮都市 都市帮助人 联合发青 爱心行动 帮助 鼓励小佩博 原佩博的上学梦 小玉博的上学梦 首帮都市 直属关注 小栏目由长春恒大国际新都特约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首帮都市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890 或者首帮都市官方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已经采用 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最近长春的车主韩先生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18年10月份的时候 他在长春三友公司买了一台营运车 当时跟这家公司签署了购车合同 而且购车之后 公司还帮他注册了网约车软件 所以车主就以为这份合同就是网约车合同 可是买车之后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网约车的证才办下来 所以韩先生以为 他头一年根本没办法进行网约车服务 所造成的损失 卖车的公司应该负责 是2018年10月8号 在长春三友汽车公司买了一台营运车 首付交了两万大约两万次 每个月是还4300 一共是36个月 总账价应该是达到18万左右 当时的话 这台车只有一个行车证 没有办理营运车手续 买这台车的主要是用于滴滴的运输 网约车的运营手续 他们说后期是补办的 当时是没有的 当时你也是认可的 当时也是认可的 而后韩先生向记者出示了 当时他与这家公司签署的购车合同 韩先生说 自己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网约车合同 但记者发现在合同中 并没有明确说明 这辆车是用于网约车的使用 只是一份分期付款的销售合同 韩先生告诉记者 购车后 公司就帮助他注册了网约车软件 可由于没有网约车证 自己后期就没有开滴滴 当时的时候呢 公司说就是这台车可以从事运营 但是后期呢 我没有从事这个滴滴的运营 2020年的7月份 通知我们办理的网约车运输证 办完这个证之后 我经过朋友介绍说 这台车只能从行车证的住车之日起运营8年 我认为就是办成手续之后还会有8年 你要是少了一年多的时间的话 这时候算是在5万块钱左右 在公司买车的时候啊 没有明确的对我们解释说 这台车会运营到什么时间 韩先生说 如果知道营运8年的时间算法 自己当时就不会同意 先签合同 后补办下证 他质疑公司卖车的时候 没有说明 才导致他损失自己开滴滴的运营时间 那么这家公司当时到底是如何介绍 办理网约车手续的 随后记者来到了这家公司了解情况 没有告知我从行车证的时候8年起吗 基本上都会告知 直接是运管局就规定的 按你行车证 按你行车证这个日期 落季时间 注册日期开始算 因为正常干这个活的都是老司机 都是三年以上加零 真的行车证和指定是非常明确了 这位工作人表示 买车时已经告知了 办理网约车手续的具体细节 而当时卖车时 签合同也没有表示 这辆车一定是用于网约车的使用 因为啥 这个合同整体来说 它就是汽车分期销售合同 如果你对里边细节调访一些问题 你可以咨询相关方式 办理这个分期销售 是不是都是以这种营运为目的的购买 就是看司机个人意愿 就是因为啥 有的司机他不想干活 他想买个车 但是上次来店买还太贵 可以自用可以 那咱们这个合同有标明 这个车辆到底是做什么用吗 最后对于韩先生的疑问 记者也向长车市交通运输局 测试情况 按照交警部门规定 就是说这辆车 你原来是不是营运 只要转上营运了 就都统一案 第一次注册日期开始算起 8年退出营运 60万公里强势报废 咱们文件是17年出台的 是因为正车出台了之后 到时时不知道 还有一步过什么 但是18年年底 10月份10月份 没有证肯定不能开这个网约车 现在要求双证 说网都市报道 咱们不知道 两方在当初的时候 是否有口头约定 当然即便有 现在也很难成为有效的证据 只是想说公司方 如果当初你是拿着网约车的幌子 来吸引人买你的车 那么你该负责责任 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尽管这条没有写在合同里 但是经商 诚信这两个字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而另外就是买车的韩先生 这次的教训我们千万要铭记 下次再干什么事之前 可一定要把相关涉及到的规定 问问清楚 看看仔细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还是漏水的事 这次轮到了长春市民蒋女士 她给我们打电话 说自己在长春市经开区 像素公馆有套房 一直在出租 可是这房子租的太糟心了 租户天天给自己打电话 你家房子漏水了 你快来看看吧 光今年这种情况 已经出现三次了 前两次还好 蒋女士打电话 人都过来了 虽然说没修好吧 但毕竟态度是端正的 可是第三次 再找物业的时候 人家可就不太爱管了 我这个房子把102018年买的 然后买到现在大约就三年 今年的8月26号 那会儿下完雨的之后 然后我这房子是租出去了吗 然后租户就给我打电话 说这房子漏水漏得特别严重 然后就说让我赶紧来 找他之后 他说你等着 等着我们集体施工 然后我就打算把它租出去 用来投资用的 然后现在他这一漏水 我这个整体我就租不了了 然后现在房户租金给我停了 日租房也干不了了 他一直拖着不给我修 蒋女士说三年来一直漏水 今年特别严重 修了两次 但是依旧漏水 希望物业修得更加完善 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 我现在正在蒋女士 所出租的房子里 在我的身后 就是蒋女士说漏水 最为严重的地方 每到下雨的时候 雨水就会从这个缝子里面 往外流 并且水流非常的大 在我手所触碰到的地方 大家可以肉眼清晰地看到 它的壁纸已经因为漏水的原因 给破坏了 并且已经脱落下来 不仅是这样 蒋女士还说 她家的墙壁壁纸地板 均因为漏水的原因 有所损伤 蒋女士和其他业主都觉得 物业应该尽快制定一个解决方案 让大家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随后记者与蒋女士 一起来到了物业进行沟通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不是不给修 而是由于天气原因 没有办法修 双方没有沟通清楚 让蒋女士有所误会 蒋女士也希望物业能够兑现承诺 在下一次维修的质量上 有所保证 首王都市玉朵公雷报道 今天第三届东北亚中医药 即康阳产业博览会 在长春农播园举办 本次展会将历时三天 线上线下同步 重点展示 吉林省中医药产业和 康阳产业知名企业 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和特色养老服务等内容 展会现场到底什么样 马上来看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农业博览园 第三届东北亚中医药 即康阳产业博览会 在今天上午的9点30分 正式的拉开幕 那本届展会将采取 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 那线下展示 共分为两个区域 共计3000平方米 集中展示了吉林省 以及全国的中医药文化产业 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 新时代 新全程 新发展 以全程中医药文化 发展中医药事业为宗旨 在做好疫情防空工作的基础上 结合中医药健康产业的 绿色发展 养生文化 跨境采购等先进理念 开展系列展示展览 将吉林省乃至全国的 中医药产业 推向国际舞台 以这梅花鹿绒 作为这个主原料 再加上咱们长北山人参 经过几十道工序 形成的一款 国家籍的一款保健酒 这也是把吉林省的医药产业 推向全国 推向全世界 对这个大健康产业 也是一种拉动 各个省自治区都有在线上的 那这个影响很大 包括国际 也都可以叫云平台嘛 所以这块呢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 博览会 对中医药服务于全人类 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 宣传和推动作用 本届展会采取 线上线下共七个诊事板块 以云端平台设立五个分会场 线下汇集了北京 河北 吉林等二十个省份的 中医药生产厂上参加 为国内和境外展商提供了一个品牌汇集 细细全面的多功能贸易平台 同时在展期内 每天还在展会现场 进行针对不同方向的专家议诊活动 为大家提供免费的义务咨询 双方的事往来海军霸打 再来关注一起国内的热点新闻 今天中午12点左右 G5京坤高速公路亚西段 成都至西长方向的一处 因山体垮塌 导致桥梁断裂 道路中断 所幸现场未发现人员伤亡 及车辆受损情况 视频显示 一段桥梁已经完全中断 现场灰尘弥漫 满地的碎石 该路段为G5京坤高速公路 成都至西长方向 摇河被隧道出口200米处 在今天中午12时许 因山体垮塌导致桥梁断裂 目前相关部门 已经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西昌至成都方向 所有车辆 在雅西高速 以海安检站 粒子屏收费站T4分流 成都至西昌方向 所有车辆 在雅西高速 盈京安检站 石棉收费站T4分流 目前现场目测 暂无人员伤亡 以及车辆受损 守望都市报道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 知识分来 掌知识啦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新闻自卖品质生活 好运牛肉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汽马自达CX4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驾驶力早餐饼干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8到18摄氏度 白城多云转小雨 7到17摄氏度 松原多云8到19摄氏度 四平多云8到19摄氏度 辽远多云6到19摄氏度 吉林多云转情8到17摄氏度 通话情7到20摄氏度 白山多云转情6到18摄氏度 延吉多云9到18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4到15摄氏度 长春多云8到18摄氏度 江淮佳日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汽马自达CX4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 今天到最后我们来看观众的留言 今天很多观众的焦点 都集中在房子漏水这件事上了 这位观众说 说老房子老话可以理解 可是新房子咋还能漏水呢 还没交钥匙就这样 谁住进去心里能踏实啊 那还有网友说 完全能够理解这位女士的心情 我家房子之前就总漏水 真是揪心啊 也修了很多次 前段时间呢有台风 我们出门家里必须得留个人才行 不然都不敢走 所以昨天呢 说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我还说 我说我妈家就漏水 漏得很严重 有人说你看就找去呗 说她不管 不管的话就好办了 关键是你每次找她都来 态度很好 对 然后给你弄完了 一点效果没有 你这脾气都不知道 朝谁发去 所以昨天呢我就说 是不是有主管的部门 或者说第三方的机构 能够介入进来 如果现在只是这样 两边协商的话 这个一个圈一样 很难解释 是的 那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稍后将继续播出伦理大戏 真爱好